好吃 超入味 非常滑順 冰濕下來QQ的 連外國人都知道要吃這間 好吃 永康街這麼多美食 到底要吃什麼呢 讓在地人帶你去吃 走 雖然很熱 可是吃這種酸菜白肉鍋 帶點酸味的反而更開胃 上面的料超滿的 料多實在的 沒錯 而且它是小份的 手工豬肉丸 好吃 超入味 這個手工完全不需要醬 可是那個肉是有醃過的 我要吃它的白肉 直接吸那個酸菜的味道 上面那個肥肉不會膩 最主要還是它的那個酸菜白肉的湯 酸味其實這真的很解膩 我剛剛一直看著它 很juicy 真的很誇張 吸滿這個湯汁的精華 湯頭好吃 它沾下去或煮的料就會非常的好吃 它的酸菜是用水果去醃的 所以它會有那個水果的香味以外 還會帶點水果的甜味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是死酸 一來一定會愛殺 真的 真的 乾杯 連外國人都知道要吃這集的 真的嗎 哇 蛋好多喔 好飽滿 好好吃耶 它的那個九層塔真的很香 它九層塔好大方耶 它的料都是非常多了 它的麵皮本身就有一個鹹味了 我覺得有一種香香的麵粉味 吃起來的話它的鹹度是非常夠的 蔥抓餅就是要抓到它鬆鬆的 它在煎的時候它就一直揍它 它一直揍它一直揍它 就是要讓它就整個那個 它有一層一層的薄片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它非常吃慘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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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永康街大家都要吃這個永康街 麻果冰 花生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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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它冰吃起來QQ的 它奶肉是非常滑順那種 完全是零毛孔的 它這冰超濃的 三個東西都是芒果味 可是口感卻不同 這很像慕斯耶 芒果非常的大塊 今天是這個非常的消暑 好吃 好吃 我們現在在京華街跟永康街口 因為吃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一定要帶你們來喝個飲料 它就是豆漿 它的顏色配起來超療癒的 而且加上它整塊辣椒 我覺得很適合拍照 它的保存期限是未開封是7天 所以代表它是非常新鮮的 現打現磨的 後面都有看到它的機器 那我們趕快來喝喝看 它其實沒有很甜 它的甜味是來自於茶的那種甜味 對 抹茶 回甘的那種甘甜 豆奶的味道很重 跟我們平常去吃的早餐店的豆漿 口感是不一樣 一個就是你剛剛說的奶昔的黏稠感 因為它好像說它的機器比較特別吧 對 所以它就是會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比較稠一點 我覺得這出來的東西來喝一杯 算不錯 現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 謝謝阿諾今天帶我們吃這麼多 永康街好吃的美食 不客氣 不客氣 那喜歡的人請訂閱我的頻道 搜尋阿諾Shinny S-H-A-N-N-Y 追蹤一下追蹤一下 然後下禮拜妹妹想吃 再見 那記得喜歡我們的頻道 要記得在下面留言喔